incredible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 Alan Act 漫 漫長夜 把這個風暴遊燈也拿起來好了 帶著這個走 我們今天是要回 回什麼 冰海公路 然後找到 喔喔喔 這裡 這裡沒路耶 是走哪裡 是走哪裡 我今天要 恩 回冰海公路 然後 欸 這裡應該有路吧 回冰海公路 這句話講了兩三次了 然後 恩 修 修修身上的大儀之後 繼續的往前走 看能不能回到那個 那個神秘湖去 走過這裡 欸 就是前面 就是前面 走出去了 走出去了 這裡現在還站不起來 現在還站不起來 好 我們很快就回到冰海公路了 昨天在這邊睡了一晚 因為 因為昨天肚子痛 這裡好多 好多再生木材喔 因為昨天肚子痛啦 昨天吃了那個有毒煉乳 毒煉乳 哇 這也是破碎公路欸 這裡不是 不是那個嗎 不是冰海公路喔 既然就破碎公路 先把燈收起來好了 然後拿我的火把 隨時準備要點 聽到聲音就要點 破碎公路 那 那 那要繼續走囉 破碎公路 破碎公路我應該全部都看過了吧 破碎的 崩潰的公路 前面這裡有什麼啊 前面那裡 燒掉的房子 哦 我想起來了 這裡分成兩張地圖 結果這張地圖其實跟 蒼涼角也差不多大 我說的有沒有道理 其實長得差不多大 那 走過這張地圖之後 再往前走 應該就可以回去了吧 不要跟我說又有什麼 雜七雜八的公路喔 沒有啦 沒這麼多啦 感覺我好像剛走過來 第一次走 我又不是出生在蒼涼角 走原路回去而已 有什麼好難的 走原路 如果在迷路的話 真的就太丟人了 是不是 沒有力氣跑了 不然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一路狂奔回家的 這裡 哈里斯固居 這裡有地下室 我有去過嗎 我都忘了 我好像有欸 我怎麼記得我還在這邊睡覺 哈里斯固居欸 這裡我都翻過啦 對啊 這個我有翻到嗎 欸 有欸 我探索這麼仔細喔 自己都嚇一跳 想說放在那裡還蠻隱密的 嗯 一出來就有這個欸 老地點 是這個意思嗎 不知道隨便翻的 哇這裡 這裡都沒東西了欸 哈里斯固居 難得有名字的 配角 應該是配角吧 主角只有一個 主角就是我們自己 這是唯一 少數有名字的 就像那個 馬 馬特 馬特的什麼 車禍地點是不是 馬特的貨車 嗯 有名字 哈里斯的故居 還有那個什麼 屁靜角落 那是誰的屁靜角落啊 我怎麼一直想不起來 反正不是重點 呵呵呵 某某屁靜角落 我們現在要回去 回去地圖了 也不需要想太多 我們把神秘湖要再逛一遍 把那個 應該也不需要拿東西了 反正就是把一些東西解鎖 一進去就出來 一進去就出來 就到處走 呵呵 把那個 趴數 趴數解鎖 就差不多了 假設我在 100天之前 玩到100% 就 100%結束 就結束這個系列 那假設 我玩到100天 還沒有100% 我也會結束這個系列 好不好 因為 找那1、2% 我覺得 啊 就 就這樣嘛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還好 呵呵呵 還好 就找到 可能找到 一、兩個 這個我竟然沒有開過耶 是沒有進去過嗎 欸 空啊 有啊 我有進去過 只是沒打開 打開後車廂而已 我是想說 找到那1、2% 為了找那1、2% 花了幾十天 二十幾天 感覺沒什麼特別的意義啊 所以就 不 不會特別去找那1%或2% 總之還是 還是會 努力一下 努力的把這100天玩完 總之 100天就是 就是一個關卡 100天有一個成就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100 你活到100天的時候 Steam會跳一個成就給你 玩到200天還有一個 不過等這張地圖 這張 這個遊戲有再更新 新的地圖的時候 我們再來玩就好了 呵呵 不需要拚命成這樣 呵呵 我們現在就 狂奔回到家裡 這張的狼很多喔 我要仔細的聽 希望不要有狼 狼出來鋪倒我 沒有 沒有齁 我現在 好久沒回來這張地圖了 幾天 好像六天了 就一個多禮拜 一個多禮拜沒有回來了 不知道這裡的狼 是不是都長出來了 用長來形容 這個 狼雖然殺死了 可是他大概 三四天 就會再生一遍 我聽到聲音了 點起來 我聽到聲音了 這個點的比火才還快 三四天喔 狼很兇喔 我沒有跑的還是用跑的 跑回家 我每天這樣一直跑 應該很累了吧 風開始炸了 我覺得我火把有可能會被摧襲欸 好了 跑不動了 不跑了 我家要到了沒啊 我怎麼覺得我跑很大一段欸 我家要到了吧 欸 火把被摧襲了 點不起火把的欸 那只能靠發煙筒啊 這個風有點不太妙 目前沒看到什麼東西 我剛才是聽到有一點點狼嚎聲 讓我有點緊張 所以才把火把點起來 我現在生性膽小害怕 好不好 先回去補我的衣服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放輕鬆 那個狼也不會隨便鋪上來 狼也會怕 我怕狼 狼更怕我 好不好 我有毒欸 我是有毒的人欸 咬到我 食物中毒這麼多次了 體內的毒素 基存很多欸 所以不用擔心 我怕狼 狼更怕我 而且我這個殺狼者的名號 沒有 想遍整個大陸欸 想遍整個 Lalong Dark 看到一隻 殺一隻 拼命殺 有沒有 有了有了有了 我看到我家了 我看到我家了 欸 我家被燒掉了嗎 這是被燒掉的家嗎 不是吧 為什麼 不是吧 這裡被燒掉了欸 還是我家是前面這一棟 這裡有一個 有人跟我講說我的那個 地下室沒去過 可是這裡 這個地下室不能去啊 我也 我也在納悶為什麼這個不能去 哈里斯的故居就可以去 這個居然不行 我也很納悶 不只你們 我也很納悶 我要去前面那一個 那個 我的工作室 這裡應該不會有狼吧 先到工作室裡面 欸 沒聽到狼叫聲 很好 先到工作室裡 縫縫我的衣服 衣服很多都在這裡 等待我縫 全部都乾了吧 甘藍皮 有 都乾了都收起來 哇 超多的 嗚呼 嗚 這裡 我怎麼把老人第一也放在這裡 皮都收好 全部都乾了 一切都準備好了 哇 好多內臟喔 太多了吧 乾 乾的也太誇張了 都放進去啊 一次還拿不下欸 這個 裡面已經有三十七根 乾掉的內臟 乾掉的內臟 再加十四根 五十一根 五十一根 我的天哪 五十一根是發生什麼事情 已經放不下了 下面已經放不下了 下面已經放不下了 需要更多櫃子 放這些狼皮了啦 欸這個 不能全部轉移欸 怎麼會這麼 這麼誇張的數量 那 先 先放一半 可以放幾張 只能放六張而已 這裡放六張 這裡放五張 還有很多沒放 太多了啦 可見我狼殺成這樣 真的不是白殺的欸 我連熊皮都沒有割對不對 因為我熊皮睡袋還 還很滿 所以就沒有割了 嗯 這都放滿了欸 真的放得好滿喔 怎麼會這樣 不是我在說 先拿兩張啦 拿兩張出來縫 兩張出來縫 我有針線包嗎 有有有 我有針線包 行動 縫補 縫補我的狼皮大衣 行動 修補兩次 修補一次要一小時半欸 喔不是這是拆解 欸不能修補 喔要內臟 我想說為什麼不能修補 哪有不能修補的道理 我什麼都沒有 那個東西很多 內臟很多 內臟很多 行動 修補 我可以補兩次 補一次30% 補兩次就100%了 修補 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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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剩下那個零頭送給你好不好 剩下什麼 3%的零頭送給你 我不需要 送給你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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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口渴了 不能這麼猖狂的補 關關關關關 欸先不要喝完 還沒有喝完 好 先不要喝完 我要吃罐頭 我已經紅眼了欸 好拼命喔 我發現我好拼命喔 紅眼了還在這邊補補 補東補西 還會渴嗎 不會了 筋疲力竭倒是真的 不過我的這個補滿了 接下來要補鹿皮殘酷 先睡一下好了啦 等一下再補 乾鹿皮先拿一個出來 鹿皮比較少 睡一下睡一下睡一下 睡飽了再補 不要這麼拼命好不好 做事不需要拼命成這樣 人都在無鬆懷了還在那邊補 補什麼補 養豬精神比較重要 好啦好啦好啦這樣應該可以了 睡飽了再補嘛 這樣才對啊 那個 先補再說啦 飽食度雖然我有點餓 有點渴 可是 還可以 可以忍受 修補一下 欸 補一次 可以補兩次 補兩次應該不會有事 補一次 一趴送給你啦 修補 晚上跑回家裡面吃東西 應該都補完了吧 剩鞋子欸 鞋子要不要補 手套要不要補 好好好都補都補 全部都補好不好 鞋子手套都補 我拿 拿回去到家裡 我要回家吃東西 這個拿拿 我要回家吃東西 鞋子手套都要補 離開加油站 應該不會有狼吧 欸 口渴了口渴了口渴了 先喝水先喝水 飲用飲用 暴風雪暴風雪 喔暴風雪裝備會降 裝備會降 先點起來 我要走這邊 我家在這邊 即便暴風雪我也知道我家在哪裡 欸欸欸欸 真的嗎 真的嗎 我的家咧 欸 走偏了 欸 我家咧 我剛剛還大言不慘地說 即便暴風雪我也知道我家在哪裡 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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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風雪為什麼會有狼 為什麼 我把狼插死了 欸 欸 欸 浴風雪沒有人 跑出狼的啦 這個 不合理啦 不合理啊 都暴風雪了 你在那邊 狼還沒有撲出來 來 這麼誇張 這裡是哪裡 這裡才是我家啦 暴風雪欸 那個 之前我不是講過一句話說什麼 暴風雪不會有狼跑出來 都是騙人的 事實證明都是騙人的 啊 暴風雪你不躲好出來幹什麼啦 怒欸 氣死人了 吃啦 吃糖果棒啦 會不會中毒 吃兩根 有可能會中毒的糖果棒 食用 中毒啊 你中毒啊 再給我中毒啊 中毒我就睡 睡得一 不是睡得一死 不能死 繼續吃 吃 把這裡的東西都吃完回家 快要吃完了 拼命的吃 打開 吃 怒欸 怒吃 怎麼會這麼多狼啊 這張地圖真的做壞掉了 全部 所有地圖裡面 就這一張的地圖 狼特別多 我真的這麼覺得 這張地圖狼真的好多 到處撲到處咬 真是煩 我用煩來形容 應該很貼切吧 把燈熄了啦 睡過今天 我還有多少小時 不知道就睡五小時好了 睡六小時好不好 不知道睡多久就睡六小時 睡到不滿體力為止 欸 剩四小時三小時兩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要起來了 還可以再睡一下 再吃一點東西 繼續睡 把這個糖果飯都吃完 反正 反正我也不會帶這些東西到處亂跑 要喝點水 把水也喝完 全部都喝掉 好 這樣狀態應該ok了 好很好很好 繼續睡 再睡 再睡 再睡三小時好了啦 休息啦 多睡一點 多補足一點 喔又問號問號小時欸 怎麼樣 現在是 暴風雪時刻是不是 好了不管了 那是明天的事情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 下集再會 掰掰 掰掰